OK OK 好 差不多這樣 好 那接下來的話 那你會想要跟恐怖的那邊 我們的這一台Prestige 16 那它算是還沒發表的新品 應該說還沒有上市的新品 OK 你可以拿拿看 它只有1.5公斤而已 OK 因為它跟剛剛的Steel 16一樣 它是玫綠合機來做的 然後它這台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麥克風 它是有第三個麥克風 那它這一個第三個麥克風 其實最主要就是 它收音的部分一定會變好 那再來就是 你知道像那一種 那個什麼麥克風 就是開會用的比較高級的那種 Conco麥克風 你說一根出來就夠好 可能是一個圓球 然後它其實就是你站在 放在桌子上的那種 對對對 你站在比較遠的距離 它收音效果也還是可以很好的 甚至 因為有了這第三顆麥克風 可以做到指向性的收音 就比如說 你今天可能剛好環境比較不適合 那可能旁邊其他地方都有人 它可以把環境消掉 對 然後支留你的聲音 OK 就是有處理過這樣子 對 更好的指向性 OK 對 然後這一台 就會 也是可以上到 那個4060的GPU OK 對 然後 這一台應該會去過EBO 然後也會去過Studio 只不過這個都還在 那這個NVIDIA Studio 這個是 一個硬體的東西嗎 還是一個軟體的東西 它像是NVIDIA 它針對筆電有特定的要求 就是Studio的筆電 因為NVIDIA其實 它是一個認證嗎 算是一個認證 對 因為他們近期都會 都在推這個 因為我知道它有一個Studio Driver 但是每一個GPU都可以裝 對 但它這個Studio 認證到底是在認證什麼東西 它就是會 針對 幾個比較大的Criteria 像是它的機台的厚度 然後螢幕的 不管是解析度那些 就是整體 對 整體 對他們來說就是 欸 這一台筆電有 就像Intel Tivo的概念 就是要認證 對 沒錯 但功能 功能 功能 像軟體部分 它有多什麼東西 還是其實沒有 Studio的Driver 基本上它就是 它們有自己跑過 就不管是在不同ISV的軟體上面 去跑過 確保它整體的相容性 都有比較好 OK OK 就比較穩定的東西 對 沒錯沒錯 因為畢竟 一般的Gaming的話 就是針對Gaming做油畫 那Studio就是針對 ISV的這種軟體來去做油畫 OK 因為我們還蠻喜歡你們 就是這幾年有出一些比較輕薄 現在有一公斤的 對 這台 這台 對 Under一公斤的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相信 在接下來 因為畢竟 其實NVIDIA 他們也是在 希望我們把筆電做得越來越好 然後我想 Intel也是同樣的方向 那未來看到的筆電 肯定就是會往這個趨勢來做 就是 有差不多OK的效能 但是要越來越薄 對 甚至 呃 後續可能現在這麼薄的筆電 可能就跟Gaming的 他們的效能差不多了 當然就是要看他們今天的眼鏡 對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台在對面的 在對面的 對 對